什么叫他在不在就有什么关系 那你的意思是你宁愿和他待在一起 待在同一个屋子 你都不愿意过来我这边了 是这意思吗 你想什么 你想太多了 你知道之前这个房子是 是给你住的 而且这个房子那么大 下面几间房 上面几间房 是不是 反正我真的你现在 你现在有困难 你有处你现在遇到处境了 你现在处境很难 我不想跟你扯这些真的 就你我看到你的鞋子 跟你的鞋子出现在一个女孩子住的房间 我都没有说什么 说实话 可是你现在 不就遇到点事吗 你就要这样 你你宁愿你宁愿跟跟跟一个女孩子 就就朝夕相处 就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 那你也 你都你都不愿意过来找我 也都不愿意来我家了 不是我不愿意过去 如果是如果是以前你不让我过去我都要过去的你知道的 我一有空我都要去找你 我把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做 我都可以 我一定要去找你 可是那是以前 我知道你现在哪儿去你家 我现在现在我去你家我下什么我我是什么时候去你家 以前我我至少你跟你妈说我我是你老板 你现在也是我老板呀不行吗 你你不就不就是不就是叔叔叔遇到点困难了 不就是你把 不就是你把你你把自己在公司的股份低价转让给了其他股东 你不就是把钱拿去 没那么简单的 反而我是不是从你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的时候甚至剩上你一百块钱都没有 是 我是不是也过得挺好的 因为你是女人 我是不是也没有饿死了 是啊 他落魄了要自尊了 他落魄了要自尊 难道就就要把我拒之于千里事外 好不联系我我联系他他也是嗯啊几句话 敷敷衍了事 这自尊是这么要的吗 难道这样子你就能能起死回生了吗 我今天没有 我今天没有不接你电话 两个人两个人如果想要在一起或者说是心里面都有对方 或者说是对啊 对对方都是都是有那层意思 想要想要在一起的 那没有钱又怎么样了 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不就是为了啊我们遇到点遇到点事了可以可以有个人商量 有个人可以陪伴在谁一边不是这样子吗 没有钱了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你想没有钱两个人一起去努力不就好了吗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他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他只发生在电视剧上的 现实中一个男人他要是 没有钱的话他要是落货了的时候 可能连他的父母都会瞧不起他 电视剧是演的但是 怎么演得出来因为现实中有这样子的他才能演得出来 我真的不能上去 我最近都不想上去 那我我在我再问我我再问一下 你认识我 有何意义 你跟我朝夕你跟我朝夕相处了 一年多了 又有什么意义 你还不懂吗 你自己好好过 好不好 我知道你有能力的就算没有我你也会过得很好的 我希望说 我希望说 在我现在很困难我确实很困难 在很困难的时候我 我希望是我自己个人静一静 你相信我吗 你也相信我的对吧 我可以从您开始 但是我会靠我自己的力量去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能脉去 你可以重新 我需要你 你可以重新开始 好 你也相信你自己能够 从头来过 你也相信你自己 可以 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 你想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 对 等我好了 等我东山再起了 等我以后有实力了 我再来找你 我们再继续相处 然后那个时候我再再跟你继续相处 你当我是什么人到底 每个男人你觉得是不是你觉得我我会吗好 你现在好你你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承受 把我把我把我踢的圆圆的 等你好了 然后你来找我 嗯好 嗯 房西山你现在好了是吧来我们继续 我们该谈恋爱谈恋爱我们该干嘛干嘛来继续 这样子的我是这样子的那你拿这样子的我 你是是这样子的我有有什么意义 啊 那我在这这段时间内我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你告诉我 我只希望你好好的 你开心的你不要想这么多 我都不应该你现在遇到困难了你都你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 你让我一边去凉快你让我怎么好好的 啊 啊 我 并不是所有我现在红了我就了不起了 我是在说我红了我就了不起了吗 我红了我了不起了我我还打你他 我没事干我我我 啊我天天的呃到处的去找他 啊 我现在真的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你让我好好的 没有你了你现在这么困难了你让我在一边去凉快你让我怎么好好的 你认为我能好吗 你的意思是什么有福的时候你可以你你要拿来跟我一起想 有难的时候你就自己去当 你当我是什么了 哪个男人自己在落魄的时候还要缠着一个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我就直接这么跟你说吧 你提吧你再提 你再怎么样我都不 我都不可能不管你 顶多就是怎么了吗 顶多 无非 现在都还好 现在 呃这个账号可以说是你的吧 这个账号现在有十七八万粉丝 十七八万的家人 你还有这么多家人 我说难听一点 一人给你凑个凑个一块都有都有十八万 你说是不是 那再再退 再退到最后 再退到最后去 再退到最后去 我们俩去 好 粉丝没有我们什么没有 我们没有支持我们的人 或者于甚至于到最后我们的父母都老了 哦可能哦种地的种地地种不起 上班班上不起 那我们俩去摆地毯行不行 我们俩去工地好不好 我怎么可以让你去工地呢 我现在不是那你不要去摆地毯的吗 你就忘了吗 你是个女人你又不能好好的 干一些轻胸的活 你花不了多少钱 白十三我没有你想象 你非得跟我 我的承受能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 我不是嘴巴上说我我我可以吃苦 而是我是真的能吃苦 另外是什么另外我二我是个人我是有心的 但凡如果你你你不是你你凡十三不是凡凡十三 你换做是任何一个人 你认识我到现在 你一天又又斗着我好玩 一天 一天天把我当成玩笑似的那种 是你是那种人 那我现在我也可以不管你 可是认识你到现在你从来没有说 啊把我抛弃掉不管 啊从来没有说什么 甚至 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是什么 啊 会 会是那种无微不至的呃关心 你在哪里你在那等着我马上来接你啊 要么就是你吃饭了没有你饿不饿 要么你现在你身上有没有钱没有我给你转 我是能看在眼里的 你这样子一个人然后我现在我现在说丢就丢或者说你说你要走我就我就直接让你走了那我还是人吗 那我是这样子的人那你到底你又看上了我什么 啊 一个人我现在在路上我路边 在在在在五在50多米就能够看到我的房子了 邻里邻居这么多我不想一路上走着拿着个手机在这里吵吵弄的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干什么 那你早点回去吧 你下不论回去吗 反正你这样子真的让我有点失望真的说实话 我感觉你都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你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身旁我跟着你吃苦 你不希望看不希望就是拖着我跟着你一起呃受苦受累 你要不要你过来好不好 我给你做饭吃 我我们好好聊一聊一聊看一下以后怎么走该怎么办 要留在四川还是还是回呃还是说回福建去 我现在过去 我现在过去你怎么面对你爸爸妈妈 相遇你也是我的粉丝你也是我的家人你说剧情 好剧情我跟凡三 认识这么久了 我们半年半年的没有开直播 以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是我们 呃一个月可能开个一次两次直播卖个一次两次货 剧情我们为什么没有天天的天天的呃呃 说说的说的你们那种天天的演 然后天天的呃天天的各种的呃卖货天天的去呃忽悠去骗 我没有吧 不要去你 不要去你这些的 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 我现在我也不想这个样子 我也想要好好的 但凡凡是他没有遇到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想过说再举起个手机在在直播或者在怎么样子 我说实话 真的是 我知道凡个你现在很难你很累 但是 但是你认为你现在这样子 我就不累了吗 自从你发生这个事以后 你一直都要把我拒之于千里之外 你知不知道 我虽然这没有说吃不下饭了或者怎么样子 但是你遇上这个事情以后 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对不起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其实真的没事了 不是还有我呢吗 你看我多厉害对不对 但是呃你知道吗 对每个人都说 跌倒了不怕 我们还可以再起来 他这个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提的来了 你的意思你没有能力了 没有我认为你有能力 这是我认识的凡十三 他绝对有能力 不管能不能起来我都得去 我都得起来 我都得去努力 但我总不能 我总不可能我每一天 我喝着西方 配着扎菜 那你跟我一起吧 我以前我觉得我有钱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解决 我觉得就算是 叔叔阿姨 他不让我们再来行 我觉得只要我有钱 我能我我再说一遍好不好 不管 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 结局怎么样 至少 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 我是个过来人 我自己生过孩子了的 我现在想要的并不是说 一定要拿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但是至少我们一起经历过 我们我要的是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而不是直接就要拿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不就是你好好的 我好好的 我们两个人都好好的吗 是不是 你你再说 你有钱的时候怎么样 你没钱了怎么样 我没认识你之前 我有钱吗 我甚至于什么 认识你以后 我觉得好 你给我开点工资 或者说什么样子好 70块钱 我一天我一天我 卖点 卖点土特产 卖点山货 我一我一天 再加上你的工资 我一天挣个六七十七八十块钱 我花不完 就这样子的我 你现在还有我呀 七八十我花不完 那我现在 工地我干得了工地 一百 还有八十一百一百二的都有 对不对 我照样我就 我根本就不会觉得辛苦呀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 你是不你是你是 确定好了不过来是吧 我真的不想过去 你宁愿我我我不是在吃醋 我也不是在说什么 那个你宁愿跟着跟着 一个一个一个女孩子 然后两个人 一起住个这么大的房子 朝夕相处 你你你也不愿意 来我家也不愿意来看我 就是这样子了呗 也不愿意面对我的 也不愿意去面对我的父母 我不是不愿意去见你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适合 现在不适合 你是不是我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是现在已经 已经窘迫到了 确实是 不敢抬起头面对我的爸爸妈妈 是这样是不是 不是 你等我谁谁的父母 你等我 你等我我去找你 你确定你是在山上没错吧 在我很快就能到你等我 你等我 无论如何 这家里吗 我去找他 你别说了 我再说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不管什么样的结局 我都在 你干嘛这么傻呢 其实姐姐阿姨们我也很累真的 我能不累吗 一 我为什么累 我一边担心他 我一边担心他他承受不住压力 我一边我又找不到他的人 我像疯了似的 隔个一天两天 隔个一天两天或者说是我都不敢每一天都跑去街上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我 因为我怕我 我怕我就是我我妈妈知道我是什么 我是 因为因为 因为就是凡隔然后 家里很多龙虎 很多 都不做 然后 天天天天天去找他 我生怕他 这样子我不是生怕我妈妈说我 我是生怕这样子他会在我妈妈的 心中的印象 会变得不好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得找他 这样子的时候我是我是会很累的真的 其实其实凡哥 他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他们福建人是都是做生意的基本他说什么 就算坦白板也要做老板还是什么 都是做生意的而且世界各地的世界各地的跑 都不可能窝在福建的那个地方不走或者说是那啥 我想我也相信他有这个头脑 他能够做得起四川四川公司的股东福建能够自己做得起一个公司 其实这些都已经证明了 他很厉害 他很强大 他现在之所以会这样子因为他的心真的太好 太好了 凡事他的心 不仅仅是善良姐姐阿姨们你们能懂吗 凡事他的心他不仅仅是善良 更多的 更多的是什么 都是 几乎都是在为别人去做考虑的 时候不说了那我就跟不说了 他生怕他生怕他现在困难 他生怕 我一直找他生怕 我会跟着他吃苦 甚至于那天我们聊聊天聊到什么聊到他说 他现在真的很害怕 他说害怕万一有一天我跟 我跟他一起走在街上 我要是看 看到件衣服看到件什么 他明明他明明看到我的眼神喜欢了 然后他都买不起 他真的很害怕会 会会是这种情况 他说他生怕他明明明明明明可能 呃知道我我可能想吃烧烤 然后他要去 要只能带我去吃面条 他说他受不了这样子 那天晚上他跟我聊了很久 聊了很多 可是人这辈子不是你你活着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你想要怎么样子就能怎么样子的不是吗 谁谁不想 谁不想钱财万贯呢 男人心会变的 怎么了 男人会因为 会因为自己的肿破了落魄了然后变形吗 可能别人会吧 但是我相信他不会 快去 不然他都走了 我都是在跑的了已经 那你去我那不是不是特别远的 就是翻翻一座山就是翻一条一条杠 我们俩还联系 你就算是现在直播间的姐姐阿姨吗 就算现在直播间的姐姐阿姨吗对不对 你们可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是不是 但是就算是你们 没有就算是你们 对吧 不要说我们年轻就算是你们 遇到点事了 怎么了吗 可能会有吵有闹 可能也会怪罪对方 可能你会怪你老公 都是因为你你所以才导致这样 可能 老公会怪你啊呀你怎么怎么样才会这样 对不对 但是不一定就要 两不相关好我不管你你不管我非得要 把对方拒之于千里之外呀是不是姐阿姨吗我说的没错吧 那日子还不是得照样过 对不对 你遇到什么事还不是都得 就是你要吵吵吵要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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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